這在蘇迪樂的紅台中 比風吹歪氣的油堂 在去年是很多人討論的熱門為主 也在今年的大學學習中 變成作文的題目 不過要怎麼寫才能有好心意 你一定要來聽荷北高中學生 鄧祖英 她是怎麼寫的 今年的題目比較特別 它不像往年是直接給你一個主題命題 而是它希望透過一個事件 引發你的反思 那針對這個事件的反思 當然有正面跟負面 一開始我也是希望可以從正面的角度切入 不過我又審提了一下之後 我認為 現在社會更缺乏的應該是從反向的部分 來反思我們現在面臨的現況 用反向的疏口來射出於甘中的外憂油堂 鄧祖英的作文 也比三位全國的十大幻本之印 對處荷北高中學長 鄧祖松 表示 這是對好好的肯定 這次寫的作文是 入選為大學學冊全國的一個幻本 那這個相當不容易 因為考生13萬多 要被入選為幻本 這是相當不容易 那比較特別的是 子茵這個孩子 他是數理自由班的孩子 那同時他已經考上了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所以他將來是一個醫生 那這個展現出我們雲林的孩子他的多元能力 他文科也強 那理科也強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孩子自己要努力 還有老師的指導 那我也要告訴大家說 雲林的孩子真的是很棒 說出對作文題目的看法 頂尊表師 平常是對文學類就很有興趣 不過看到自己收下作文比三位全國的本本也是很開心 我拿到學測成績單的時候 看到作文分數比較高 也是蠻訝異的 那因為我本來很擔心自己寫得太過批判 會沒有辦法獲得老師的青睞 那後來發現 欸 校就是還不錯的時候 自己也蠻開心的 那雄文範文 就是心裡還蠻喜悅的 之後還要繼續努力的 米西本科路的學生 電主音是索理自由班的學生 現在有這種的表現 後方也有意義感到真強喔 記者真心 藏寶道